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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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跋涉天里之味 去看一场日落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我又回来了 这次呢带着我的第四章 个人创作专辑回来了 这次的专辑概念跟我的第二章 尚未界定有一点点的像 第二章呢是十首歌 十种不一样的情感 这次呢是九首歌 九种不一样的性格和情绪 有正面的情绪 一定也会有负面的情绪 其实想用这张专辑呢 去表达即使是我们产生了很负面的一些情绪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非常积极 人正能量的方式去化解它 这次这张专辑呢 可以说对我来讲是音乐种类非常丰富的一张专辑了 除了有R&B 有流行 除了有这些不同的风格之外呢 居然还有一首唱跳 恰好也陪我一起走过了乘风破浪这个综艺 因此呢也就会有这样一首刺猬 我个人非常喜欢 而且我相信未来的道路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会再次的尝试唱跳 是我这首歌吗 我觉得它还蛮酷的 它是一首流行歌曲 但是从它的编曲啊 还有它的歌词 还有它整首歌的演绎的方式 其实我都希望它能够稍微另类一点 包括这次造型啊 还有我们的拍摄啊 从各个方面去体现它 都是一个比较酷 然后稍微有一点另类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自从我出道以来 我的每一张专辑 我都是立志一定要去做一张实体专辑 虽然现在实体专辑已经不是很迈 可能很多人购买实体专辑也没有CD机能听了 可能大部分是起到一个收藏的作用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从小到大 都是值得坚持的一个信念 我是一个信念感非常强的人 我觉得发专辑就得是实实在在拿在手里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一个东西 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我开心的一件事情 反正都是有一些东西 口中语灵魂的